我不行了 好了 我要開箱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Are you having a good day? Are you? Because I am 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嗎? 我現在在韓國首爾 那我今次來韓國做什麼呢? 我今次來韓國拍Diesel的Campaign 我成為了馬泰區的代表 來到這裡拍了一輯片 那這條片是秋冬來的 那我想呢 秋冬 18年的秋冬 即是7月8月9月那些時候才出門 所以呢 有段時間都沒得看 那但是呢 因為我今次來韓國 我除了工作之外 我另外都stay了兩天 因為我在這裡要去一個婚禮 我有一個好朋友去娶一個韓妹 那所以呢 我就來這裡很開心去婚禮 那在一個這麼緊密的行程裡面 我中間就 放了一點時間去找了一個 我很仰望的髮型師去找她幫我染合髮 大家有沒有聽過Irene Kim 我找了她的髮型師幫我去上色 我覺得很喜歡啊 大家看看後面 她很漂亮 現在還沒吹頭 因為怕掉色 所以我現在是沒有吹順她 大家可以看著顏色的感覺 那還有呢 我今次來韓國的行程實在太緊密了 那緊密到呢 我是完全沒有時間去逛街 沒有時間買任何東西的 那我剛才呢 就有一個多兩個小時時間 就去了明洞 到Shopping 我Shopping 就買了一些東西回來 我就很想馬上分享 因為呢 我覺得一個多小時裡面 可以買到這麼多好的東西 我覺得已經算是這樣的 好啦 不如馬上介紹給你看好嗎 我發覺呢 原來我在幾個小時時間 兩個小時 買了這麼多東西 哈哈哈 首先第一件事 我先說我的頭髮 我呢 去Irene Kim的店舖 驗頭髮之後呢 驗完頭髮之後呢 她介紹了我用一枝東西 那枝東西呢 是專門給我一些漂頭髮的人去用的 那她呢 就說 給漂頭髮的人呢 是可以令到頭髮沒那麼傷 那我的確呢 因為我平時的頭髮是很像草的 然後我用完之後呢 是很軟 很軟 超好 就是這個 Urban Tribe 2.31 這一枝是一枝 Hydrate的Levit Foam 好像Mousse 那樣的 我自己沒有用 因為我沒洗過頭 但是她幫我吹驗頭髮的時候 她幫我用這個 我感覺她的頭髮馬上很軟 很軟 好像沒有漂過一樣 所以很棒 另外呢 她還有一枝油的 就是這枝Smooth Treating Oil 都是同一個牌子的 那這枝呢 就是頭髮吹乾了的時候用的 這個是濕的時候用 這個是乾的時候用 繼續啦 還有些什麼呢 這個像不像Dyson的風筒 它呢 知道是什麼來的嗎 它是一個風扇 你看 它不是風扇 它是風扇 好搞笑啊 它還有一個左邊 還有USB線 這個東西是一萬二十幾三百元 港幣 來到韓國當然要買韓國的牌子 是不是 那我就買了LANEAGE 這裡買了什麼呢 首先呢 就是我的朋友 Carmen Yim 跟我說這個很好用的 一個Lip Sleeping Mask 它是士多啤梨味的 因為我經常都塗唇膏 弄得我嘴很乾 那我的朋友就說 這個在你睡覺的時候塗 那它翌日起床 唇膏就會很好 那我沒試過 但是它呢 就好像一個很軟的 潤唇膏的感覺 很厚的 那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 你有沒有用過 告訴大家 然後我買了一個迷你妝的 這個Sleeping Mask 這個Sleeping Mask 我就可以在飛機上 上飛機的時候 塗著它 那就可以一路潤敷 一路坐飛機 那就不會太乾了 那接著呢 就有一個LANEAGE的唇膏 那我買了兩隻顏色的 那這兩隻顏色呢 都是它那個Two Tone唇膏 那它有分三個系列 一個是Matte 一個是唇膏 那我買了Tint 那我就買了Tint 因為我想比較自然的 那我買了兩隻顏色 那一隻呢 那一隻呢 是橙一點的 另一隻呢 就是粉紅色的 那我就覺得它潤潤的 感覺呢 就薄薄的這個顏色 那在平日用就OK的 我覺得可能 即是不想化很多妝 或者是完全掃眼的時候 塗那個呢 就完美了 那現在呢 就買了一個WaterP LANEAGE LANEAGE 就完了 之後呢 我就去了這個3CE 買了一支香水 那這支香水呢 那個味道很特別 就是1號香水 這個叫BON VOLGE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字 為什麼可以留言給我 因為我有印象 但我忘記了什麼 那這一支呢 這個味道呢 我覺得很棒 因為呢 好像我一支 很貴的Dior香水的味道 那我覺得這個味道 跟它有點像 但Dior那一支是成熟版 還有那一支是厚重版 這個是超薄版 因為那個味道有點中性 這個呢 女性多一點 我就覺得很特別 很attractive 還有很少香水的這個味道 所以我就會買這個香水 平日呢 我會很少買這些 那些化妝品牌 出的那些小小的香水 那些我平日很少買的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味道真的挺特別的 那所以呢 我就想買來試一下 好了 另外呢 我還在3CE買了一支 香港不能買的一支 Energy Mist 是我以前用過的 我很喜歡的 我第二次買回它 就是這一支 Style Nunder 3CE的 Energy Mist 那這一支 Energy Mist呢 它就說是好像潤膚一樣 但是它比一般的 Mist的Spray 是比較潤的 那所以呢 我是不覺得大家應該化妝之後噴 因為呢 我覺得會溶掉它的妝 反而呢 但是呢 我自己喜歡呢 就是在妝設的時候用它 那我噴了它之後呢 皮膚呢 如果在很乾的天氣裡面 立刻有個glowy 一點的感覺 那我就很喜歡 香港經常都斷火 那我就在韓國買到 然後呢 就是這個牌子 不懂得讀 這個品牌 首先我買了一支 Glow的Fix Mist 那這一支 Glow的Fix Mist呢 噴出來的感覺呢 就是化完妝之後 噴出來就有一種 比較dewy的感覺 很滋潤 很濕濕的感覺 噴給大家看 那現在當然是濕的 當然啦 那我等一下再給你看看 另外呢 還有這一支 我很想試 它就是一支 Dewy的Face Glow 那它呢 好像有一種珠光的東西 那它呢 其實是一個primer來的 那你就在妝前的時候 先塗在底下 然後呢 再上粉底下 有一種很漂亮很漂亮的 珠光的reflection 那就是這個用來打底的 那這個之後呢 再上粉底下 就會很漂亮 我覺得 這個夏天呢 想試一下一些 Dewy的 因為我平時塗很多 都是MAD的粉底 我就想試一些 Dewy的 有一點點亮窄感的妝 還有來到韓國的嘛 韓星各個都是呢 在電視上的 都是 臉好像水潤一樣的感覺 那我就很想試一下 那我就很想試一下這個texture 可能我之後拍的影片 就是試一下這些 韓妝的皮膚 看看成正功 Anyway 那這個我就很喜歡 兩支 這個Color Conic Velvet Tint 這個呢 我平時在香港的一間店 大家有沒有去過一間IG店 叫PrettyEvo 他們剛剛在銅鑼灣開了一個新的分店 很多很多很棒的化妝品 那他們也有買這個 但是呢 我上次試完顏色之後 它全都買了 那我就很悲哀 那我就 沒有辦法了 那我就來到韓國 就要買回了 那我買了好幾個顏色 那其實它的texture 是有一點點像我最愛的3CE 那個唇膏 但是我還沒真的試過 我還沒知道它那個 然後它塗久了 會不會結了 會不會填純紋色 那所以呢 我就再告訴大家這個 但是我可以試著那個顏色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嘩 那這個顏色很漂亮 我覺得它的texture 就比3CE再薄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整個感覺 是有一點點像那個路線 而且它令我塗了之後 是純紋的問題而變化的 所以我很喜歡 而且全都變化了 又不覺得它厚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好 這一支是RK005號色 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呢 那我就買了幾個顏色 有心情地 我就要再塗紋給大家看 然後呢 就是大家記得我之前 講這個最愛的卸妝這支東西嗎 大家你們呢 很好啊 你知道嗎 我有個subscriber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他不知道在哪裡 買了這支東西 寄了去我公司 你知道嗎 我看到那一刻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窩心 我想哭出來 我收到這支卸妝液的時候 等同我平時收到的 那些PR Package 是兩樣東西來的 完全兩樣東西 然後那個subscriber 還要很用心地寫一張字條 不知道香港哪裡可以買 但在香港看到 所以他拿了公司的地址寄給我 哇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然後就很多朋友留言 告訴我香港 開始哪裡可以買 所以我很開心這個產品 去發揚光大 因為很多人用 之後都告訴我 他們覺得很好用 所以我就覺得 嗯太好了 另外拍片呢 拍得都很開心 那這個是他新推出的一個面膜 那它就有兩個步驟 它就是上面一層就是給你卸妝 就是一塊裡面有兩塊 一塊就是有卸妝液 下面的就是一個面膜 那這個面膜呢 主要都是舒緩的作用 而且它有這個護膚的感覺 那我就沒有用過的 那我就很期待試試看 再告訴大家 好嗎 好 好想跟大家分享 我剛才買了很開心的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 Mochi Pack 粗鬆鴉的Mochi Pack 我剛才呢 試的時候塗了這邊 我很喜歡 我決定這邊還沒塗的 讓我塗給大家看 那我本身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已經有少許出油了 我已經出了整天街 那但是呢 你看到我呢 是有少許highlight的對不對 那這個呢 是一個類似粉狀的 一個highlight 用粉撥上的 那你看看呢 這個感覺了 是有少許 橙粉紅的 一個珠光的感覺 那它呢 我剛才呢 是layer了在我本身的highlight那裡 This is live 這個簡直是一個 人生不可以缺少的一個highlight 看到嗎 很漂亮 很喜歡 我覺得這個呢 可以加任何牌子 做一個面子的highlight highlight 喜歡highlight 接著呢就是這個 哇很喜歡啊 這個 我之前呢在 Miami Miami的時候呢 我就在一間 Chrome Heart的店裡 買了一件長袖的T-shirt 很喜歡 我想我穿了30次左右 快要穿了毛粒 但是呢 讓我在韓國找到這個衣服的白色版 就是這件Chrome Heart的長袖T-shirt 是不是很普通呢 你們覺得呢 但我很喜歡啊 我很喜歡這樣 首先第一 喜歡的點是什麼 它很過分 肩膀的 肩膀的 在這裡掉下來 我很喜歡 而且呢 我覺得這個藍色的細節 很搭配我這個藍色的髮型 還有呢 手上也有些藍色的字體 我覺得整個白色配藍色是很喜歡的 我之前那件是黑色還是白色字 所以呢 很開心給我買到這件東西 我一定會常常穿的 而你們呢 有空呢 就多點留意我instagram IG上面那些跳舞片 我一定常常穿這件衣服 你相信我一定會 接著我來做什麼呢 我買了一雙鞋啊 這雙鞋呢 七百多元啊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有一點點Blanciaga的感覺 很漂亮 我決定給大家看一下 TAN TAN 就是這雙New Balance 這裡有一點爸爸的鞋子的感覺 有沒有一種Blanciaga的感覺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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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而且呢 它很棒啊 它有黃色和藍色的鞋帶 因為我常常跳舞的時候 都需要穿一些比較絕地的鞋子 但是它不可以重 因為呢 很容易滲滲 還有要穩 那我覺得這雙鞋呢 應該會是我接下來很愛的一個跳舞鞋 因為我剛才呢 在店舖試完之後呢 我自己在那邊按一下按一下 這樣動一下試一下 試一下 看看它穩不穩 它的確挺穩 所以呢 很開心 好了最後了 最後了 最後最後想說了 就是這個 我沙沙都可以買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在韓國買的 今天心情不同一點的 來到韓國 那你有這麼多韓國人 那你就會想買一些韓國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Banilla的Clinix Zero的落妝 那呢 那現在是否要寶寶落妝呢 因為剛才那個姐姐呢 試給我的時候呢 好像很神奇的 它是一個落妝的Cream來的 那我試一下 因為我是沒有試過的 那怎麼辦呢 它好像是落妝 它是一個膏狀的 那怎麼辦呢 我先搭上去 它還落了眼的 這個落妝膏 好了 之後呢 就搓了臉 哇 哇 馬上看到那些妝是立刻掉了 我剛剛沒有塗膜和滑眼線 如果有的話會更加明顯 應該 但是可以看到那些粉底 是真的立刻浮出來的 我先去切水 不是超乾淨的 大家看一下 算了 但是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的眼 可能說捉得不夠入 但整體面真的很乾淨 測試完畢 它也是一個挺好的落妝液 當然不夠我的綠色無敵的落妝液 我覺得這個也挺好 而且我覺得筆出來的份量要捉得緊一點 我這個韓國兩三個小時的購物之旅就結束了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時候 就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你也可以聯絡我 我的Instagram 所以大家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像這件T恤一樣 Have a few days 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